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呢 當然呢,我要查的第一個訊息是 在這邊呢,根據什麼呢? 根據一樣,根據我們的開課頒別 去把,所以開課頒別代號的話 頒別代號,實際上就是LugarValue 然後呢,去哪邊查?去剛剛那個表裡面查 那查,查第幾欄呢?查第三欄 把資料帶過來,對齁 那帶過來之後呢,我們再根據 它裡面幾週,有沒有 第一個啦,你變成說你要先除以三 除以三就是,等於是一週三個小時 那因為呢,開課日期已經是第一週了 所以應該是九週之後,所以還必須要減掉一週 最後再乘以七就好了 所以規則大概是這樣喔,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邏輯吧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把剛剛的邏輯變成一串的公式 然後直接就幫我把這個結束日期帶過來 我們一步步來看好了 第一個喔,我們這邊一樣喔,先查,查什麼 查,開課頒別,C04在哪個地方查 在開課頒別裡面查 那當然呢,你也可以用選範圍 如果我習慣了,我跟各位講過這個範圍的話 我們可以先把它定義的名稱好了 比如這個叫開課頒別 用同樣的這個名稱,Ctrl-C 然後這個範圍也許就是選A2一直到C15 把這個範圍呢,變成一個定義名稱 叫做開課頒別,OK,按Enter 第二的話呢,就是在這邊喔 我們就可以一樣插入 檢視與參照的最後一個 V,如果看不出 然後查什麼 查C04 去哪邊查呢 F3,OK,開課頒別 就這個表 然後呢,要幫我把第幾欄找回來 第三欄 比對方式的話呢 我要一模一樣 0 OK 那他就幫我查出來 30 你要按確定啦 30 不過你會發現喔 30喔 欸,回來怎麼變這樣 因為這個 這個本身格式是日期啦 所以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變成你要什麼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啦 就30了 不過我們先 OK 先不改喔 因為待會還是會 會需要那個什麼 需要把它變成剛剛那個格式 所以感受自己 好,恢復 好,所以知道裡面放30了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喔 欸,必須 因為30嘛 那必須啊 在每一週三個小時 除以3 還有啊 欸,先減一 減一週 因為第一週 已經在那邊了 第一週不能算 不然 就變多一週了 有沒有 第一週在這裡嘛 再來就是第二到第十週 所以九週 減一 減一之後 啊,要先減 所以呢 先減完之後啊 把它小刮弧 這個就是啊 把這個刮弧刮起來 先一減完之後啊 最後再乘以7 OK 就是幾天之後了 打勾看看 應該這樣OK了 打勾看一下 我們按右鍵喔 先通用格式看一下 那這個通用 63天之後 OK 啊,我還是一樣 不改那個裡面的格式 我知道一下裡面是放63就好了 因為我們最後喔 就是需要一個日期格式 也就是說 63天之後 就是結束日期 63天 應該沒錯啦 因為九週嘛 97 63 沒錯 那我們最後要顯示出來哪一天的話 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前面喔 你可以先點一下這一天 再加上 63天之後 答案 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很多東西其實就是 邏輯到了 然後你按照那個邏輯 慢慢去把它 逐一的 輸入上去 那你會看到9月10號 啊 底下當然都一樣 所以把它快點兩下 應該不用鎖吧 裡面 這個 這個範圍 因為我已經把它改成名稱了 所以喔 因為名稱 我覺得這一點 就已經是還蠻方便的 快點兩下 其他的日期呢 就通通做完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等於是把V環數 放在一個公式裡面做計算 然後再配合日期 而且喔 這個日期 如果你觀念清楚 日期就是一個數字 你就直接加幾天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基本上 算日期其實基本上 還蠻簡單的 有沒有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 開課的 這個結束日期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題目 幫我開啟飯店管理的這一個部分 因為 現在飯店管理 基本上一定也都是採資料庫 或者是用至少 Excel 你如果想要做這個資料的整理的話 那一定會用這樣的方式在查詢資料 你不會用土法鏈鋼啊 一定會查不到資料 那這邊的話 主要會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把資料合併在一起 合併成一個他的ID 那他ID的話 編號部分呢 會包含有三個訊息 首先的話是他的什麼 第一個訊息是他的飯店的縮寫 第二個訊息的話 是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什麼 這個 入住的天數吧 他的哪一天 Check in 的日期吧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住幾晚 住幾天的意思 住幾天 然後呢 後面的話是加上什麼 再加上他的那個名字部分 應該是這樣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呢 需要產生一個ID 那根據 這個 我們看到的是 57頁部分 其實56頁也有更完整的 不過這個題目 恐怕 搖搖搖搖搖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證照考試的題目啦 OK 那我們大概因為 沒有那麼多時間 細部 如果各位有 時間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裡面大概就是 我直接就跟各位講 會有需要四個資料 那這四個資料分別就是說 我要從Hotel 去查到它的縮寫 那縮寫在哪裡喔 其實縮寫就在 你也可以點選名稱管理員 有沒有 它其實這裡面 已經幫我定義好很多東西了 那 我的詳細的名稱 就在Hotel的Detail裡面 這個名稱喔 這個名稱裡面的話呢 就是 前面是它的縮寫 有沒有 這個範圍 也就是說 我可以從它的什麼 從它的那個名稱裡面喔 的第二個欄位 查到它的縮寫 這地方的話 我可以喔 查縮寫 然後把縮寫部分 把它帶過來 那第二個資料的話呢 我可以什麼 再取得 這邊我只要來看這個 第二個是確定日期 但是一定要是4碼 也就是說 你如果是 1月到9月的話 就前面補0 然後日的話 1到9月是補0 就是0106這樣子 住期 幾天喔 跟幾晚不一樣喔 幾晚的話呢 就是把天減天 但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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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 2月嘛 然後 六個人的名字 所以如果我要產生這個ID的話 第一個 可以嗎 先用這個查 所以呢 第一個 插鍵數 我們一樣用那個V routinely 呢 去查什麼呢 OK喔 這一個地方 他問你說 欸 你要查什麼 查這個 我的全名 請你幫我查一下 它的那個說寫 可以f3 去哪邊查 去那個 有一個名稱 叫座 Hotel的Detail裡面查查看 OK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再點一下 點下面這個參數 再點上面這個第二個 點回去 你會發現他的HotelDetail 就在哪裡 就在這裡 他會讓你看到 就在這個地方 這是全名 然後他的什麼呢 他這邊總共有三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其實直接 去找那個第二個欄位 然後他會幫我抓到他的縮寫 那比對方式的話 就要完全一樣 所以輸入0 OK 好 那我就得到什麼 得到他的縮寫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我中間要穿一個減號 End 一個減號 然後再End CheckIn日期 在這裡 但是CheckIn日期的話 如果我只要月跟日 不要黏的話 特別是你可以打一個TEST 用格式的話 前面用過 這個還蠻重要的 Value就是只CheckIn 所以把CheckIn日期給他 逗點 格式的話 記得喔 記得喔 我要兩個月的日 就是 取到 自動補0的話 規則就是記得喔 MM 一個M的話 就是月份 那不會補0 如果你給它MM的話 它就會自動補0 那一樣喔 DD 就是 如果它是一碼 一個D就一碼 如果兩碼的話 它就自動前面也是補0 就是 把CheckIn日期給他 然後呢 自動呢 幫我把這個格式 轉換成MMDD 把它打勾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就是這樣 有沒有 0106 好像滿接 把它自動放大一下喔 看起來比較清楚喔 再來的話 要做什麼 再來其實 可以參考這個啦 主要是參考的 幾天 住幾天 不是住幾晚 所以你可以什麼 再把後面再AND AND一個減號 然後呢 AND什麼呢 把CheckOut日期 再減掉CheckIn日期 然後再加一天 減完是幾晚 那加一就是幾天 打勾應該是三 三天 然後最後的話 再AND 一樣是什麼 AND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後面的話呢 AND 它的名字叫什麼 OK 所以名字 FirstName 就這個 OK 然後呢 把FirstName給它按打勾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會產生 需要的這個ID了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ID 就是這個人 哪一個人 他這邊有他的FirstName 然後的話呢 FirstName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他住哪一個飯店 哪一天CheckIn 住幾天 這訊息都蠻完整的 特別注意哦 這個ID 千萬不要做錯 差一個字錯也都不行 比較麻煩 那我們把它向下填滿吧 OK 所以向下填滿 所有的編號都編好了 所以也就是說呢 如果將來 你要做一些管理動作的話 這邊當然你可以把很多欄的訊息 集結在一起 那就會是一個ID ID有個特性 一定要是唯一的 unique的哦 也就不能重複哦 所以理論上這樣的規則 有可能重複嗎 他不至於吧 那一天又重量 蛤 他不太不至於吧 如果有一個地方 一樣的話 那這個規則就不OK了 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滿個漏洞 所以啊 我們要產生一個ID 是一定要唯一的 第二個的話 一定要有資料 所以不能空的 不然的話 那個資料會有問題哦 OK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把 總共四個資料 把它取出來 然後放在 我們的這個ID bookingID裡面 那第二步要做什麼 所以切到BOX 做反查 反查什麼 這部分的話呢 剛好 就是這個編號 這個 住那個飯店的人的全名叫什麼 全名的話當然 包含他的First name 跟Sername 兩個要把他合併中間 叫他空白 第二個的話 他住哪個飯店 住哪一個房號 哪個房號要怎麼查 第三個的話呢 他住幾晚 不是幾天哦 剛剛是幾天嘛 那把 是不是時間可以把 這個 查的話 查哪一天check out 檢掉check in 就幾晚 那那個飯 飯店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房間多少錢 他住幾晚 乘上他的房價 那不是amount 總金額是多少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吧 這個地方 好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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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 睡床